穆里尼奥摔倒了,距离穆里尼奥被曼联解雇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的时间,葡萄牙人仍然没有重返主教练的岗位,他给自己放了个架。 而近日穆里尼奥在出席一项活动时,却收获了一段有些尴尬的回忆。 据报道,在刚刚过去的周末,穆里尼奥被邀请前往俄罗斯关。 看大陆冰球联赛KHL,在SKA和阿万加德的比赛前。 穆里尼奥以特邀嘉宾的身份为双方开球,他来到场地中央,将球放。 到了地上,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,然而就在穆里尼奥拍了拍手,转身。 准备离开的时候,意外的情况出现了,看到穆里尼奥准备离去。 白队队员伸出手想要和穆帅握握手,就在这时,穆里尼奥脚底打滑。 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,白队队员赶紧弯下身,将穆里尼奥扶起,穆。 里尼奥不小心摔倒了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比赛的进行,赞穆里。 尼奥的摔倒的这段视频很快传播开来,CBS的记者彼得布莱克本。 调侃起了穆里尼奥,记得穆里尼奥吗? 他前几个月过得很艰难,但。 现在事情还没有如他所愿,即使在远离球场的日子,布莱克本还。 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写道,KHL删除了这条信息,但是我们应该用。 远不会忘记穆里尼奥这次华丽的滑倒,穆里尼奥被调侃斗上。